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入冬后东北季风接连报道,连带将不少境外污染物带进台湾,气象局今天宣布,未来将加强提供东北季风下境外污染物可能影响台湾的相关资讯,民众可在气象局网站上的天气周报及天气小帮手看见文字说明, 气象局也会在全球资讯网中增加境外污染传送趋势的数值模拟产品提供民众参考,气象局预报中心吕国成今天说明,受东北季风影响,北方的境外污染物会借着大气的长城传输影响台湾地区,污染源主要来自中国,少数则来自韩国,如果东北季风吹起7-8级阵风, 那么中国地区的污染物只要一天就能抵达台湾,目前台湾相关空气品质监测及预报资料皆由韩保署提供,气象局表示,气象局可提供未来几天污染物可能影响范围,实际影响区域,还是要以环保署公布为准。